国大医院推出全新胸肺外科手术 通过非插管的方式进行麻醉 以降低病患呼吸道受感染的风险 这是本地医院首次采用这种技术 病患康复的过程更快 费用也减少大约一半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29岁的王刚早前因左胸疼痛长达3个月 而到国大医院求诊 医生检查后发现 他的左胸腔有颗肿瘤 因此为他进行单口非插管 微窗胸肺外科手术 他在日间手术病房待了约23小时就出院 之后也无需进行频密的复诊 我当天从手术的病床挪到自己病床的床 我是自己滚下来的 好像这个通常来说都是需要别人去帮忙 发很少就一根线而已 就大概一厘米多不到两厘米 医生表示 一般单口微窗胸肺外科手术 需要麻醉师扒开病患口腔 接着放进这个气管导管 不过这项先进技术 以这种较短的喉罩取代 除了能减轻病患的疼痛感 也缩短住院时间 平常的方法 病人可能需要在手术当天 一直躺在床上不想移动 而且又很想睡 新的方法 他们可以比较快清醒 比较快吃东西 比较快下床 以自己移动 团队希望未来一两年内 为100名病患进行这项新手术 目前西班牙 中国和瑞士等国家 也已进行类似手术 中文字幕移动 中文字幕移动